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几个引人注目的财经新闻 首先四川长虹在今年的股市中表现惊人 股价在短短几个月内飙升超过98% 成为家电行业的一匹黑马 这一切的背后与政策利好及公司业务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科幻界的震撼消息 三体的伯乐姚海军因涉嫌为继被立案调查 这一消息让广大科幻迷感到震惊 姚海军在科幻界的地位无可替代 他的落马是否会对中国科幻文化造成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看信达奥亚基金公司 随着新高管的加入 这家公司是否能够重振旗鼓逆近年来的颓势 市场对此充满了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 四川长虹在家电板块中脱颖而出 成为一支大牛股 自2024年初以来 四川长虹的股价已上涨近99% 而在2023年也实现了超过105%的涨幅 尽管近期股价波动 四川长虹的市盈率超过60倍 吸引了大量游资的关注 公司被纳入 西部大开发和已就换新等 政策概念股 切与华为等科技巨头的合作 也为其带来了市场信心 2024年上半年 四川长虹实现营收514.2亿元 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38.71% 显示初期良好的经营状况 网易的另一则消息 则引发了科幻迷的震惊 知名科幻编辑姚海君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而被调查 他是科幻世界的副总编辑 也是三体等作品的伯乐 姚海君的职业生涯 与中国科幻紧密相连 他曾将科幻世界 打造成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并获得多个奖项 然而自9月起 他在社交媒体上失踪 外界对其状况产生了猜测 姚海君的落马 不仅让人感慨的科幻与现实的交织 也引发了对整个科幻界未来的担忧 在信达奥亚基金公司的最新动态中 该公司引入了新的高管李小夕 试图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市场中 重新崛起 尽管信达奥亚的整体规模 已超过千亿 但其权益类产品的表现 却不尽如人意 李小夕在前东加华泰博瑞的业绩并不理想 这让人对他在信达奥亚的前景产生疑虑 同时 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冯明远的业绩 也在逐渐下滑 信达奥亚正面临 后冯明远时代的挑战 尽管引进了新的人才 公司的未来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能否找到接班人 并实现业绩逆转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网易报道 当前债市行情疲弱 国债期货权限下跌 主要利率债收益率普遍上行 市场情绪受到股市回暖 和宏观经济预期改善的影响 券商人士称 债市正处于垃圾时间 尽管近期降息政策为债市提供了流动性 但市场对后续财政政策的担忧 和权益市场的活跃度提升 使得债市面临资金分流 波动加剧 预计11月人大会议将公布国债和地方债增发计划 若增发规模超过2万亿元 可能对债市产生阶段性冲击 短期内走势仍将受到多方因素影响 预计年内将以震荡为主 在另一个热潮中 网易报道了 捏捏乐这 一解压玩具的火爆现象 源自一屋的捏捏乐 因其低成本和高售价 而受到年轻人追捧 市场销量暴增 甚至在二手市场上出现高价转售的现象 捏捏乐的多样化设计和独特的手感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社交媒体上的分享和圈层文化的形成 进一步推动了其热度 尽管捏捏乐带来了乐趣和解压效果 但市场上也出现了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消费者需警惕潜在的安全隐患 网易还探讨了教育领域的集团化趋势 越来越多的中小学 成为教育集团附属学校 旨在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 尤其是在城乡差距明显的地区 教育集团化 通过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推动了教育公平 然而 高中阶段的教育集团化 则面临不同的挑战 因其缺乏严格监管 而更容易受到资本驱动 尽管教育集团化 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但仍需关注 其可能带来的同质化和内卷等问题 确保教育的多样性与公平性 网易报道 A股市场近期表现活跃 特别是天赋通信 在发布三季报后 吸引了超过100家机构的调研 股价一度大涨超13% 市值达743亿元 与此同时 执政股份因重组复牌 一字涨停 显示出市场对半导体行业的热情 虽然整体市场指数 如上证指数和深证城址有所下滑 但半导体 通信设备和医疗保健等板块表现亮眼 反映出各股之间的分化现象 红星资本局透露 国度证券的总经理杨江泉 因涉嫌违法持有股票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并已辞去相关职务 国度证券表示 此事件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而杨江泉的辞职 也标志着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杨江泉在证券行业有着丰富的经历 但其在国度证券的管理责任受到质疑 曾因内部控制问题受到处罚 此次事件引发了市场对国度证券 与这商证券合并进程的关注 未来的股东结构变化 将对公司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网易还分析了两支新科转债的情况 其中天润转债和英博转债 面临着营收增长与净利润下滑的矛盾 预计上市价格在124元附近 而英博尔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出色 预计其转债上市价格也在123元左右 尽管两支可转债的规模和评级均为AA 市场对其投资价值的关注度仍显一般 反映出当前投资者对新债的谨慎态度 网易短距出海进入2.0阶段 行业内的共识是短距市场尚未饱和 需求依然强劲尤其是在海外市场 短距平台Mobile Reels在9月份的投放数据上 表现突出 创意术和流水均领先其他同类平台 显示出短距内容的强大吸引力 短距的成功依赖于引人入胜的内容设计 尤其是3到6秒的关键时刻 能够有效抓住用户的注意力 付费模式的引入也在不断进化 混合变现的策略 让用户在观看广告后更愿意付费 提升了用户留存率 陈希指出短距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为新入局者提供了机会 尤其是具备内容生产能力的团队 可以通过合作实现收益 此外 短距的生产能力和内容质量 仍然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意志剧的高产量和创新性 也为短距出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短距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潜力 吸引了众多参与者 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但仍然存在大量机会等待挖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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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